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场比赛就打进了绝评球 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 当时也是很漂亮 而这个阵球同样如此 在中间附近送了一个斜赛球 剑区内底线把球拿到 再转移到三角没有打上 后面还有 最后起再说漂亮 太漂亮了 太轻奇了 这脚一波一扣 紧接着射门 这脚一波一扣 2比1 把比分给反超了 刚才这一下的谎动啊 感觉邵思琪突然的一个顿挫 谎开了全世界 这边有机会直接打门 也是把比分给翻平 这一下是把整个的 四海普托女族的后方线给撕破了 2比2 在场边还有这个 穷迷在喊普多加油啊 被瞬间圈粉了 少自习 把球断掉之后 看看玉晓这边的反击 过来了 一条楼大门 球见了 漂亮 3比2 这个进球太重要了 这应该是下半场 刚刚出场的球员 11号 狮子倩 一个人完成了一条龙 这边陈寒 过掉 左脚在塞道的禁区 打门 较量 孔令荣 倒地的滑射破门 这个球进的太精彩了 陈寒 4比2 陈寒的这个传球啊 包括孔令荣 从后排突然的插上 就好像是一把利剑一般 西海球支出来 孔令荣 李子浩 掉门 这球进了天外飞仙 这球是李玉泽 这球啊 完全没有想到 画出了一个美妙的弧线 在阴雨天 就好像亮出了彩虹 照亮了一小的上空 5比2 天女散花 天外飞仙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 5比2 一小是战胜了上海普多女族 虽然上海普多女族输球了 但是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这群 非常可爱的姑娘们 以及扎根在女族 清训基层教练的岗位上的教练们 真的是为大家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